我们走到这个森林的一个标志性的地方 这个水好像是可以饮用的 之前我们都喝过的 你看有水的地方 这个东西搞了个水线样子 这水很轻 这是可以饮用的水 凉藕 走到一个标志性的地方了 然后开始进入这个小路了 哎呀,这桥 翻修过吗 就在这 水流声音很大,过来拍一下 这溪流到这大了呗 这续起来了 这里面好像也有路吧 以前我们也遇到过路的吧 基本上 发现这些森林里面 基本上也就一道两只路 也不多 自行车不能骑 但是可以牵狗 开始走一些小桥了 走到那个湖那 那多了这个小溪流 汇集到那 待会走出来 从那上去 就走到那个那条机动车道上 这边水都开始蓄积起来了 这棵树倒下来上面都长青苔了 可见年头是够久的 哎,这一段的是木栈桥 都快遗忘了 旁边的这个水蓄的还蛮多 看起来也蛮深的 还有一点绿的发生的颜色 看起来也有一点绿的发生的颜色 还有一点绿的发生的颜色 我也感觉这个桥好像被加固了一样的 以前桥好像没这么结实 旁边这个溪流的水好大哦 又大又轻啊 然后这个地方这个树跟他正好贴过来 这个是这个古树 哇塞 这是一个松树 上面的枝压 现在这个水变得很轻了 水一直都很轻 忙到前面的话 这个水会铺开来 有个很深的 那水声音特别响 过去看一下是不是 终于到这个湖寨了 这湖寨就像一个湿地一样的 这地方就相当于一个湿地哦 哎呀 前面两只大灰鹅在路上 小鸟叫的 那声音唧唧哒哒的 这水鸟多了 有两只正在飞的是 是那个埃及燕 埃及燕飞走了 那两只灰鹅 你看这两只灰鹅在路上 大燕是吧 就是 这个不就是 这个不就是那天晚上我说那两只飞过去的吗 是 那你就下水去吧 下水 这只好肥哦 这只那么肥 这样子没有天鹅啊 哎呦 它中间湖心岛上面还有了 中间的湖心岛上面还挺大的 这个地方有天鹅吧 以前好像遇到过 你看 因为这东西都是一夫一妻一队出一队出现的 湖心岛上面有一队 是不是被他们给霸占了呀 所以其他的要上去他也不让嘛 对吧 听到了声音了吗 就是在一个很大的落差水就到这儿了 哇 夏天在这儿挺好玩的 走着热的到这儿脚正好在这儿洗一洗 现在的天太冷了 这水多棒 哎呀 这个水渠是专门修的 你看到水泥 它那条水淫水渠 这水 今天水比较多嘛 所以又比较清 到这儿相当于被过滤了一下 哈 水漫出来的 好清澈哦 现在脚要热的话 它在游一下得多舒服呀 不要撞到它 比较清 原来是涮进湖里的话 就是很好的 四肢 五肢 五肢 烂点就是在水上的 烂点就是在那儿的 那个头缩在那儿睡觉 说烂点和涮在水的 边上是不是刚才游过去的 我不知道 可能是不是 你你涮进水里吧 来 你将过 湿如落水的样子 涮进湖里 你看在写着 拜见呆水 禁止钓鱼 然后野生的地方 也不让你钓鱼 那不让你钓鱼 也不让游泳 来说 我不小心钓鱼去的 实际的不让你钓鱼 这目的就是让那生态人 保持那个 这个有余 就让他 就是 让他自己的这个生态循环 自生自灭 这种地方 不要不进来 不要不进来那种 入侵入种 就让他自己的生态面可以正常的运动 你把鱼掉的话 有的东西可能打破他的平衡了 从这种地方里面有了什么亚洲鲤鱼 什么螺旋鱼 什么螺旋鱼 什么等级的物种 全都给 哦 这个地方有个管子 管子可以过来 哦 那有个管子 果然有了 之前这个管子 这个是后家的 我估计就是可以弄的 让人可以在这儿可以走一走 夏天走到这儿挺好的 其实也不是 就这个水域一直都有 是有啊 以前来就有啊 以前他没有没有修成贝啊 以前来 没这么干净 对 现在这边咱们也挺干净的 来掉进水里 我可等一下把它捞什么 这水好轻哦 要拿个小米阀的水来这儿滑一下哈 小米阀的水打好 人家来这样 就无聊特别干净 特别安静 特别平静 哎呀 好无聊呀 走吧 我想把这个大鹅叫的声音给录下来 叫的好难听哦 这个就是那个机动车道 这边也能上去 哦 这就有个缺口 我记得就在这个地方 我上到的机动车道上面 你记得这个山坡上面不是有一个城堡吗 那城堡长连没人 我们可以从那儿城堡上面上去 这森林的小路多棒 你发现吗 这里面的路好像被人走过了 好像 我上面本来就有一条路嘛 因为他这个环形回环的 我已经看到了个城堡了 城堡果然是没人 我们可以从城堡的正门爬上爬上去 就会爬到那个留养院的 留养院的正在施工了 我们从这样走吗 从这走到上面那条路嘛 这样就逐渐接近那个城堡了 你是不是猫头鹰看多了 你想抓一只回去当宠物养啊 那两只小猫头鹰太小了 我以为他是没长大的 原来你说就那么大品种 那太小了 那个简直太大了 那个简直两个极端 一个小的高迷你的样子 连那个大青虫都吃不了 那个大猫头鹰他又不吃 哎呀 走到上面又是一条机动车道 因为那个路是单行的 刚才那路上去 这个路是下来的方向 因为山路比较窄 他也没有修那种错车的地方 又上来喽 哇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没没没去过 这边还有一条路可以走 我平常就在我们就正对的那个城堡了 我们从这个房子里走过 走过啊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没有印象 我不记得了 全发芽了 我这边也是 全发芽了 哎呦他已经在地上扎根了 这个 得拽一个 你看拽一下就拽起来了 红的啊 还挺有意思 全发芽了 铺的满满的 但是这东西 发芽有什么用呢 哇 这个红的你看都好麻哦 感觉像两个那个拌的花生米打开来的样子 就是这个针子 哇 这个相当于这个你看 这壳子里面的肉好饱满哦 不就相当于花生米嘛 你看这个就从里面展开来的 这个对对于动物而言要喜欢吃这个的话 那简直太 但是东西太难 他能都弄不开动物能把它嚼开吗 松鼠 难怪松鼠的牙都很虐齿的动物啊 有牙大萌牙就使劲的咬 我的意思 他这个肉特别饱满呀 对于动物而言 他天然的就是食物啊 所以松鼠会不会把这个东西藏在他窝里面 到冬天下雪了 冬天下雪了 他不就拿来吃了吗 我们爬到了一个 爬到这个城堡那 从城堡那边直接插到这个地方 城堡里面只会住着公爵 基督山伯爵 这边好多松枝 这草地上面也有 发了牙的松枝 这么大的一个城堡 没人住 声策来的萌都是封闭起来的 但是这好像有人打你呀 这草地 那么干净 放了好几把椅子 能不能从这边走出去 路在那边 这在竹林的后面 你下去了 没有 上面有一条水泥路 有一条那个柏油路进去 那你就只能走到这个大路上 不是 你从左边 这正常的路走回去 有一辆 有一辆车 有没有那个被 上 上疗养院了 这个 这就是那个 这条路 那条路 一条路 水泥路